小弟非常感谢给我们日落动团队 郭庭妍同志的鼎励支持 谢谢大家 也感谢我党的领袖 潘检伟 邱光耀博士 还有我们来自 许兰儿的 我们的议长 邓张青同志 当然我们的本地的主人家 曹关友同志 罗欣强同志 以及各位在座的 和我们的区会领袖 支部领袖 以及我们的市议员们 非常感谢大家晚上 能够在这里 给我们这个平台 和大家分享 目前的政治局势 小弟今晚要讲 三个谷婚的故事 这个谷婚 它的来源是槟城 如果因为这个人 从后门进入内阁 所以谷婚的风气 在布托迦亚越来越深 那么在很多的地方都看到 谷婚的情况出现 第一个谷婚 就是我们的首相 到现在还不晓得 到现在还不晓得几时才拿出勇气来宣布解散国会 还政移民 今天 最沉不出气的不是别人 是老马 是前任的首相 老马 老马 直指点点 一直在首相的背后 教他怎么样 做一个堂堂正正的首相 那么到今天呢 每个人都看到 圣美兰 到了半夜呢 就自动解散 所以呢 老马 最沉不出去 今天 我们在晚报 今天我们在网络中 看到老马的讲话 他说 如果你被老马 现在还是首相 我早早就在去年解散国会 召开大选的 老马都沉不出去 不晓得 这一个首相呢 现任的老相 他的脸管要放在哪里 其实老马在三天前 也同样跟外国的通讯社 讲一句话 跟法国的通讯社 法新社 AFP 讲一句话 他说 如果首相 纳杰 在这一次的全国大选 不能够争取到 好像2008年之前的官会成绩 或者是比2008年的成绩 还要惨 那么纳杰呢 他这个官位就保不住 肯定在戊统里面的人 会把他拿下车 哇 这也是纳杰 本身的师父所讲的话 不过 老马讲的讲 讲了好多句 讲了好多个月 不过 纳杰呢 还是拿不出勇气 拿不出他的真正的男人气概 来先不大选 其实 纳杰和他属下的州属 都有能力来阻止 让这个历史 这个历史的特别的业能够发生 因为呢 如果取巧的话 深美兰的州大臣知道今天晚上必须要解散 他可以做得比较漂亮一点 就是说他敢敢的解散州议会 不过他拿不出这个勇气 又是另外一个母亲 所以呢 留到今晚 让他自动的解散 我相信 接着下来呢 也是要轮到另外一个州属 听说是彭亨州 4月7号 也到了他的这个执政的终点 那么在这里呢 我相信呢 拿接他的言言 不懂要拿去哪里 第二个 要讲保护的故事 就是我们本地土产 这个本地土产呢 在三天前新州日报 做一个专访 他还做出大胆的这个比喻 大胆的公布 他说这一次全国大选 国政不但会执政 而且呢 会争取到145个国会议刑 我不晓得这一个人 会不会呢 又在通过后门 成为候选人 我们不晓得 上一次他要成为候选人 他得到了他的烟话 不过呢 在国会大选的时候 他输了下来 这个人 我不要提他的名字 因为彬州的人 把他的名字听了太多年了 结果呢 他在武统的阴影之下 没有表现 没有胆量 所以呢 一切的一切都唯命是从 这个人现在呢 听说可能因为林静义不在 他要嫌疑翻身 他拼装他也如果有希望 他也要推荐自己成为这一次的候选人 不过呢 政治人家说不到最后一分钟 我们看不到任何一个定局 所以我们就要耐心的等待 耐心的等待 不过最重要的就是 我们看到这个果物的这个本地土产呢 面对很多很多的状况 他就是选择不出生 选择 视若无睹 选择好像没有发生任何的事 我们执政五年 他是彬州的土产 不过他一定知道 因为他在本地 还有他的这个县人 他在本地 还有他的支持者 肯定这些支持者 他的县人会向他转报 说五年来 我们的首席部长林冠英 一直在武统的打压之下 不正在武统的直接打压 也在武统的外包 outsource的管理来打压 是谁 武统的明目张胆 反对我们 并做明年政府 这是一回事 不过呢 他还挑起种族的 种族的纠纷 种族的冲突 制造不安详的 这个种族的情绪 主要的是 把这一些挑衅的工作 外包给团体 这一些团体就包括了 本格萨 土权 本格萨 过去的五年 让我们看到他的所作所为 土权是一个排华的 土权是一个排华的集团 所有针对华人利益 所有针对华人教育 所有针对华人宗教的 所有的自由的选择 他都给我们很大的评级 那么这里呢 我们就看到 几乎每一个星期五 过了祈祷的时间 这些巫统的外包的组织呢 就来攻打搞三搞四 搞风搞雨 主要呢 就是要描黑我们的首席部长 把首席部长描黑成为 反马来人返回教 以及反马来君主的一个主席部长 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有安排的 是一个阴谋的安排 所以呢 在这一切发生了这么多 从来没有听到我们这个本地土产的 来向整个华人社会做一个交代 所以呢 他是补物 现在第三个补物呢 更加的疯狂 第三个补物是叫做 补物给恐吓 这个补物给恐吓 因为呢 讲了一大堆的道理 要做自由港 他说自由港 四月份他提起 小弟给他很大的尊敬 一直听到自由港的 那个所谓的新闻提要 每一次提到自由港 就是新闻提要 现在报告新闻 新闻提要 并且要变成自由港 新闻提要 听了差不多好几个月 就是没有听到内容报告 所以一直到现在 还是新闻提要 所以呢 自由港变成恐吓共了 恐吓共 因为这些自由港 我们不晓得 我们的自由港和这个 所谓的这个布拉兰卡维 自由港有什么分别 我们的自由港和拉伯安的自由港 有什么分别 我们知道拉伯安自由港 和这个布拉兰卡维自由港 除了吃喝玩乐 除了这个免税啤酒 免税香烟 我们还得到什么好处啊 还有汽车 不过呢 这个自由港的提议人呢 就没有提起自由港 那天来了两三趟 某一天来了两三趟 到现在还没有提到自由港的新闻内容 所以呢 人家都已经把它叫做 五百公 不是几公 所以呢 这就是 不乎的恐吓 再加多一句就是 现在因为呢 在这个自由港方面 已经没有了风潮 它的风已经吹不起了 所以呢 它就要想出 制造一些议论 在绝望当中呢 就和任何人都可以合作 不过呢 就是千千万万 不能够和排华集团 布拉伯萨合作 不过这个恐吓的呢 就和布拉伯萨 站在一起 在报章上 在网络 在面子书 就看到它的左边 哇 有皇朝 右边有马鞍 为他护行 穿着蓝衣 不过旁边呢 有这个皇朝和马鞍 还去他护行 任何人如果有 华人的尊严 如果你要得到 任何人家的支持 什么人都可以找 我们不怪你 你有你的本党 你有你的支持者 不过如果你一走上 和这个排华的集团 布拉伯萨坐在一起 我要说 你这个大炮仙 出卖了华人 大炮仙 你出卖了华人 那么他的恐慌的土地 本地的这个土产 有什么表现啊 本地的土产 有什么表现啊 本地的土产 对一切的一切 不看在眼里 所以小弟就觉得 这一次的大选 我们只有两条线 只有两条路 一条路代表光明 一条路代表被暗 代表不败 光明 我们只要求大家 给我们五年的时间 让我们把兵州典范 带到布拉伯萨去 好不好 兵州执政五年 一切都直度化 拨款给华校直度化 拨款给我们的热灵人士 直度化 不管给我们的 当亲母亲直度化 不管给我们的 残障朋友直度化 不管给我们的 各宗教小学 我们的这个国民心中学 华校都是直度化 这一切的直度化 明年做得飙飙轻轻 那么我真的也看在心里 他也做很直度化 他们直度化是什么 有四个不同的地方 我们每一次做演讲会 我们都是靠我们自己的领袖 要不然呢 兵州就邀请我们的 邓章青 我们的州议长 我们的Superman 邱光耀 都是本地人 我们所代表的就是 我们本地人才 本地的辩论家 来和大家呈现我们政治理论 不过他们直度化的做法是什么 去请 去请赛 去请成龙 这些呢 都是外来的 好像本地姜不辣了 我们本地姜可以不可以 赶出马来西亚国类的精神 跑去哪里了 在那间的管理之下 马来西亚国类给人家 配超软 现在更加惨了 变成马来西亚大国类啊 要赛 也要这个成龙 不晓得 有一天啊 那个三级变的女明星 会不会请过来 不晓 不过我相信这个可能性也是有的 因为马华一路讲 他是代表华人 有华人的代表性 不过现在的马华已经变成 在蔡西亿的领导之下 不是代表性 而是性代表 所以两条线 黑暗和光明 我们选择哪一条路 所以我们看到 我们明年 做我们的这个演讲会 做我们的这个筹款宴会 我们都是采用本地姜 用我们土生土长的领袖 来和大家道道地地的 清谈我们的这个政治理念 对方呢 只有一个吃喝玩乐 就其他都没有了 这是不同的地方 第二点 我们明辨是非 我们讨论课题的时候 我们有判简伟 我们有邱光耀 我们也有我们的邓章心议长 我们也有我们的奥杰妹 这些都是我们的同事 他们也有我们的认识 把所有的事实 排出来讲道理 我们讨论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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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在巴黎山 我们讨论课题 我们讨论课题 巴黎山 我们讨论课题 我们讨论课题 这就是不同的 什么叫做课题 鸟黑 以为他们一路来 因为一路来 他们认为 一切政治的东西 都和他们一样 不是代表性 而是性代表 所以安华的 所谓的那些录影片 从一集做到另外一集 越做就没有市场 越来越来越市场 不过国阵 输就是输在这里 死就死在这里 败也败在这里 接了这个票房 已经不卖错 听说三两天前 我们听到一个消息 原来国阵的这些枪手 正在制造一系列的影片 主要是把我们的 我们的这个 Reformacy公主 一路路易上 也变成这个DVD的主角 而且也包括 其他的这个 我们名列的领袖 我们的国家领袖 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 我们讲的一路来 那就是我们谈到所有的这个国家政治里面 我们所谈的都是大道理 我们谈的就是把如何把这个国家打造成一个光辉的国家 我们从来没有说 我们从来没有说拐离我们的政治策略 我们也没有拐离我们三大民族平起平坐 我们也没有走走离开我们的这个政治里面 就是为全民打造自由公正正义这些里面 我们从来没有做逃避 不过在这里呢 我们看到的就是好像 好像魏家祥这种人 担任的是副教育部长 不过呢 他能够制造出一连串的政治怪物和教育怪物 那么我们应急等待 在整个这个光达的社区在等待 要恢复以前停办 停办了二三十年的独立中间 我们是把它恢复组织起来 把这个独中呢 重新开办 不过呢 那副教育部长配合 母医院这个副首相 如果不小心 这个拿军呢 他被人家剃倒的时候 这个母医院呢 这个打环子啊 就是你们的首相 如果不小心 这个教育部长配合 配合 副教育部长呢 就通过很多的障碍 把这个基金光丹中协 本来是光丹中华独立中协 不过把它变成说 你要重新开办 好 就给你一个执照 不过这个执照 你必须以马来语来 作为主要的教育 这个面积 教育面积 我们看一看 全国的独立中协 独立中协是我们的先贤 以前夏南阳 为了照顾我们华人子弟 有这个教育 关系到我们这个千秋大业的教育 给我们的学生 读完小协 也能够继续的去读母语 那么开放了独立中协 一切的资本 一切的开销 都由董事部和赞助人 来一起支持